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他打工那些人都是长期不在家 他们就住在旅店就是 然后他这个年轻人他自杀 自杀都是自己设计的 不像那个赖小弟弟 赖小弟弟人家早上小夏跑来叫他 这个根本不是自杀 是被人拉出去的还说是自杀 就是被人家设计的 你看自杀他们都自己设计 在旅店里很多人去旅馆 就是设计要自杀在旅馆 所以为什么旅馆一定要放圣经 就是让人家可以突然改变主意 现在很多旅馆都不放圣经了 应该要放圣经的 所以就是一个人思想很重要 他这个人就是他出了车祸 然后他要申请 申请那个补助申请不到 申请了好像三四年申请不到 加上他觉得他出车祸是另外对方的错 那个女孩子的错 但是其实牧师是说两个都有错 他自己也有错就是了 所以就造成他心里很不平衡 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 所以他就是一直挣扎这样 加上他拿不到补助金 所以让他觉得就是生活没有什么盼望 他过去以后就很多人跑来他那个房间 也不是很多人 就是有一些人好奇 跑来他那间房间 然后拿着那个 现在有什么仪器说要撤轨的 拿着那个仪器说要跟他对话 就是一些人想想跟鬼说话的 就是想跟这些冤灵说话 他们拿一个APP app 就在那里说要跟他说话 就是有一些人想要冒险就是 所以我是最近情绪也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钱 然后就是导致情绪焦虑 不是有很多人最近就是没有什么钱 就是焦虑在台湾也是 就有人会想不开啊什么的 就是加上钱也是很大一个问题啊 所以怎么讲呢 要对神有信心 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 神会派那个直升机来接我嘛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跟神讲说 神你的直升机什么时候来接我 我就一直在等 就是有一个东西让你可以去等 也是好的 所以圣经上不是说 人没有异象就会灭亡吗 所以异象你也可以自己去制造异象 就是你可以看那个 去想象 有的人不是在监狱里面吗 他就用你的脑去想象 因为你的头脑是不会分 事实真实的或者是虚构的 所以大家要发配你的想象力 我一天到我家想说 我要坐直升机到哪里去玩 然后就在那里计划 所以做白日梦是很重要的 所以做白日梦是很重要的 我牧师就叫我要 想象这些以后的事情 要做至少21天 最近神是跟我讲说 我是老鹰 所以要飞在暴风雨之上 因为老鹰就是这样嘛 所以很多事情发生 你要想象自己是一个老鹰 飞在暴风雨之上 所以其实我今天 你可能可以感觉到 我今天没有什么精神 但是也是求神帮助我们 像老鹰一样 给我们重新得力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重新得力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